尝尝这个糖醋鱼 为何会有人喜欢 这种糖浆熬出来的菜 那有人喜欢 就说明它自有好处 说来听听 这糖醋汁 正好是这道菜的精华所在 不管是火候 还是翻炒的速度 都必须恰到好处 嗯 好吃 这道鱼看起来寻常得很 为何你如此爱吃 好吃啊 而且你看 它分明是最普通的食材 却经过精准细微的烹制 成就了这独一无二的美味 而且我觉得 很多美好的事物 不在于它有多贵重 哪怕简简单单 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 它也有让人难忘之处 万物之始 大道之简 一道菜 都能让你吃出人生心得 怎么样 酸甜可口 确实 别拘特色 那侯爷再尝尝这个龙锦虾仁 不错 行了 猜够了 你下去吧 对了 你之前帮我做的衣服怎么样了 糟了 当时只是随口敷衍一句 没想到他还记着 衣服还在缝制 要是侯爷着急 我这几日尽快做好 给您送过去 不碍事 我只是 有一段时间没穿西衣了 侯爷身材魁梧 穿什么都好看 科学院 太夫人昨儿不是才送两件 过来吗 侯爷 身材魁梧 穿什么都好看 侯爷 这衣服 是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找我干嘛 我 晚上备好了 糖醋鱼 中午见侯爷吃那么开心 我便特意让厨房做了 侯爷要是不洗 我便撤了 嗯 好吃 有点不对 这糖醋鱼和中午夫人那儿 都是同一位雏娘做的 吃了吧 我看侯爷在意的不是鱼 而是一起吃鱼的人吧 侯爷 出事了